恆子,向下望的水平還多不多呢? 現在還可不可以站穩度呢? 其實,講一句,我自己對港股一直以來看法 特別今年都不是特別淡的 你說過去這幾天的下跌 當然,幅度上說都叫急和快 最重要當然都是受到污漠局勢的影響 但是,我覺得影響性都是正如先說 開手說,一來傾向短暫性為主一點的 因為始終,我相信就算真的打仗也好 不會說真的搞太久 很多時,地緣局勢都是傾向短暫性為主一點 而二來,我想實際對港股的衝擊 其實可以說是沒什麼的 因為始終污漠,其實只是從地理位置上說 都很遠了,其實都不是太關香港的事 我想極其量都是對某一、兩隻的公司 或者是對俄羅斯的背景公司 可能波動性的衝擊會大一點 但至少港股,對指數,我覺得就真的不是那麼多 變相純粹影響的都是氣氛 所以近期來說,的確氣氛是稍微有一點的不穩 令到事件是做得比較弱 而連帶上其實香港本身一向的問題 就是說,好一點這樣說,一來估值算低 二來走勢來講,其實年初至今 比起外維股市算是好 但是一直以來,其實你說港股裡面 我想困擾的東西,除了外維因素以外 都是多的,特別是板塊 剛才輕輕乃到的阿里也好,怎樣也好 我想科技股的監管風險 或者陰霾,其實一直以來都掃不走 所以對整個指數就不會特別有大的一個很強的推動力 我想要等,但是短期來講 如果以現在的走勢上看 兩個位置,一來如果能夠短線回到23,500 上去過去這兩個月的雙頂鏡線位 會是穩陣一點的 但是如果站不上去也好 我想下面都是看回今年年頭 以及去年年尾 兩次22,700這些位置都是關鍵 我覺得其實去到那些位置 當然不敢說是否完全不會困擾 因為始終這個很明顯都受到這一刻 地形局勢的左右 假設今天日內的氣氛又是轉差的 其實即時推下去,其實真的不奇怪 但是我覺得如果從指數位 譬如去到22,700、22,000這些位置 甚至乎拉上港股估值來講 其實真的算很便宜的 所以我想反而在這些的市況裡面 如果假設大家本身手上的課不是特別多 其實是可以開始考慮去鬧一下 我覺得過了這一陣所謂地形局勢之後 其實慢慢的走向會是樂觀一點 即是自己對三月份打勾的視況看法 其實不算特別悲觀 所以我想現階段如果真的不是太重課 而手上亦都有很大的達人 會帶著注碼在這裡的 慢慢開始考慮吸收一些 我覺得比較合適了 適合在這裡的一方 讓我們進去